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薛林泰 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的話 還不錯 擺脫昨天這樣的頹勢 竟然是開高震盪走高 尤其在最後收盤的部分 能不能收到相對的高低的位置 目前為止所看到上漲的81點 當然最後一筆還沒出爐 那麼林泰兄 這個行情是不是持續在高低的挺進 當然啦 因為這個外資的多單 我昨天已經跟大家講 這個還沒有到轉折 這個還早的 因為時間的觀念 我特別還跟大家講 這時間波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不過國際股市也有一些 一些異樣的一個變化 我覺得大家也稍微關心一點 國際股市 那國際股市現階段的 這個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我想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 我們先把它跟大家做個歸納 國際股市的油價已經慢慢在拉回了 那全世界原物料是在大跌的 但是我們看到 原物料的概念股好像 昨天你知道嗎 歐洲股市的鋼鐵股重挫25% 鋼鐵股在法國 然後我們也看到 這個美國AK鋼鐵重挫 原物料的族群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這裡面 那全世界股市上都沒在漲 因為美國股市當中沒有在漲什麼 美國股市倒窮漲最多就是那個食品 蘇雪爾你知道最近那個雞 肌肉價位暴漲 肌肉價位暴漲 全世界都一樣 全世界都一樣 這美國都在漲那一塊 但是 真正在漲的就只有蘋果 導播讓我們看一下蘋果的股價好了 讓我們看一下蘋果的股價 蘋果你看 這個稍微放大一點點 你看這個 昨天是跳空 最高105 這是這個 這一兩一個多月來的新高點 高點 我說過蘋果 昨天要接近那個現在那個移動平均線 我說華爾街看到哪裡 投資朋友回答我 還記得吧 110 據說全世界股市沒有在動 我們再看一個東西 大家一看 然後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NBI生計指數 我們看看 快要破底了 你再把它縮小圖形一下 快破底了吧 快破底了 昨天有重錯快4% 重錯快4% 如果你認為台北股市的生計股 因為小英總統的拉台什麼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4174 這個都還扯不清 都還扯不清 但是全世界生計股是在暴跌的 我還是那一句話 全世界的生計股是在暴跌的 暴跌的 所以美國的NAS打個沒有地方去 只好拉到什麼 拉到蘋果 我講過 蘋果在正規的時間 他跟NBI生計指數原本就是敲敲板的一個遊戲 所以你看到大力光今天幾乎應該是收最高 應該是收最高 應該是收最高附近 這個剛起漲 可是有些股票 有些股票真的大家要小心 你看那個康書你看 一大早用最高點幫你衝上去尾盤殺成這樣子 你看看 3293的你看看 這個都已經有人 其實心象你看這一個月是沒有動的 已經好久沒有動了 你看就知道 這一個月都在那個位置 可是你看宏達電 除了昨天那一根黑棒之外今天又漲了 明天這兩個又要大漲了 所以現在輪動到真正的蘋果概念股 你要全面去做 有些股票正要發動而已 正要發動而已 再跟大家講一次 好的平概股4958 你說老師今天小小漲而已 對不對 這個真頂 他可以賺10塊錢以上 你看他股價 事實上都沒有什麼動 他再把它縮小 你知道他是在低檔的 他是在低檔的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說 我們昨天開盤90塊以上賣成紅 今天開盤沒多久 成紅殺到底下 再把它買回來 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這樣來回就10%了 我客戶笑死了 怎麼有這個事情 好 一樣 今天重頭戲我們要講什麼呢 當然要講最重要的 投資朋友 我還是強調一次 不要忘了 待會要看一下我們這個 看一下我們這個電腦圖表 待會一定要注意我們廣告當中 廣告當中的一個活動資訊 我們先留一個伏筆 待會務必活動 這禮拜的活動太重要了 投資朋友 就在這個聯準位 今天晚上有利率會議 明天答案就出來了 很多怎麼解讀這個活動 你要先跟我們趕快做一個登記 好 罵一下蘇贤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收盤行景 果然最後比的話 小小是墊高了 上漲了87點 差了一點 來到8699點 差了一點就來到8700點的位置 但是量是來到了940億元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好了 再回到節目現場 洞溪國際股市脈動 教您如何缺疾必凶 投資講座 3月19號禮拜六早上在台北 下午在中立 3月20號禮拜天早上在嘉義 下午在台南 免付費報名專線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水電 泥座 木工 裝潢大小事 都是愛菲爾的事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血清素是人體最重要的快樂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顆膠囊等於13根香蕉 幫助入眠 快樂滿點 快搜尋樂活香蕉 防張系統櫃 無獨輕裝潢 滿十萬送羅賓木地板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和我們分享夢想 讓我們分擔煩惱 把您的老問題新創意 和全球擴展計劃交給UPS 我們不僅能幫您推動業務發展 更能連結全球網絡 220個國家 地區 40萬名專業團隊 提供最佳解決之道 讓我們一起創造 無限可能 跨越全球創新優勢 男生 梦想特别多 结果一样也没做 赶快带妈去完成啊 那么容易 爷爷要给你喝 爸 我们一起去玩真梦想吧 每天两罐安素 医学证明能增强体力 90天给你原梦好体力 亚培安素 90%喝过都说真的不甜 原味安素 好体力 无负担 无人加大仙 我的同乐时代 莱尔夫满百送瓜瓜卡 怎么瓜都有涨 还有东京双人机票 人人都有涨 只在莱尔夫 在台平股市部分 最后比留一小幅度电高 收盘是差了一点 来到8700点 结果收在8699点 量是来到940亿元 那么鼎泰兄在刚刚的观察当中的话 继部的叮咛呢 好我们来 大家对市场上还是要去昨天大跌 大家就很害怕 不用怕 我说过关键 观念最重要 美国股市昨天我没看过没什么跌 昨天晚上没 当然今天晚上的联准会利率会议也是蛮重要的 不过有几个惯性 这个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前如果拉上来 利率会议之后的话搞不好会下来 这个也叫转折 那投资人心里要有一个观念说 但是他马上就形成一个空头 这个技术没有给大家答案 但是这市场上很奥妙 昨天大家都认为很可怕 美国开盘也曾经跌了一百多点 后来又拉上来 他震荡是超过120点 120点以上 那国际股市你看也没什么多大变化 大家在等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好那都没有变化 但是有几个动影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 日元昨天在盘中升破了113 可见欧洲央行这个就会升 这个会升这个也跟着升了 这个都不对了 都不对了 那么负利率看起来目前效果 以这一个多礼拜的 这个欧洲央行的策略来看的话 好像也没有成功 现在就等联准会利率会议 东拖西拖 没关系 这个还有几个月 还有好几个月的震荡期 你知道我会讲转折 我们这一次会在这个 我们的活动当中 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转折 几月几日就要出事了 这样好不好 一月之后要出事了 还很久 然后呢 这些都没有 其他变化都不大 都不大 但是有一个东西 投资员你 麻烦把我们照到这里 我再讲一遍 美国的纳斯达克 美国的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成分股有两个 一个叫科技股 一个叫生技股 我们刚才上半场 已经跟大家讲 国际生技股 昨天你看 这几乎是暴跌 最近都在暴跌 我再讲一遍 你看这个暴跌 可是纳斯达克只有小跌 纳斯达克 这个道琼是长的嘛 可是纳斯达克却是小跌 为什么 就是因为跌到这一个 跌到这个 跌到这个 就跌到这个 这又快破底了 我再讲一遍 这个生技股 当然你说 因为我们蔡总统 怎么样将来生技股会大好 如果你这么想 那我没话说 因为这违背 违背常态 好像全世界只有 我们有生技股 别人是没有生技股的 刚才上半场 你已经看到 我跟这 透过导播给我们 这个生技股的图形 它已经跌四成五成了 还准备又要破底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川普 川普大概应该是 共和党的准候选人了 因为他又赢了一大周了 然后这个希拉蕊 这两个 这两个都反对高要价 很快的美国的国会 就会制定压抑这个要价的法案 那全世界这个要价 你看那个怀特 他解盲过了 他有他长的理由 你告诉我 这个浩鼎 他解盲又没有过 他凭什么四百多块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全世界都在压抑高要价了 以前的这个新药 他的做梦 就是那个通过这个解盲之后 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这一次的怀特上来的原因是这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靠顶 越晚通过解盲通过的话 等到人家如果制定了这样法案之后 你享受不到那一些好处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 那国际股市的生计股 美国他先反应 怕就怕死了 不管川普还是西大陆 都要给你压抑要价 而且不只是这个 因为要价压抑下来 标价就变便宜了 医疗器材那有没有 也跟着变便宜了 所以美国也暴跌医疗器材的概念股 我绝对不乱讲 我每天 我说台股新工业 让你掌握全世界 我的原因是这样子 还有人在说生计 你看着办吧 我看着办 我没意见 那老师你说 生计股既然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这个跌的话 为什么美国那斯达克没有大跌呢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你看昨天他就涨了2%了 他昨天跳空 好这个我 你看我好几年电视了 我说在美国正常的多头状 现在是在多头状况 只要苹果跟生计股市 悄悄板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我讲了 我都没有乱讲 讲了很多年了 所以当生计股暴跌 为了支撑纳斯达克 甚至那个道琼里面的 这个原物料也大跌了 苹果就出来撑盘了 所以呢 苹果很重要 所以苹果很重要 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 国际股市的这些股票 来 苹果很重要 道琼 道琼你看 开始有点突破出现十字线的格局了 有点样子 不太对劲了 道琼有点那个样子了 那纳斯达克就不用讲了 本来就比较弱 所以现在还在多头 他未来会有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对投资朋友 你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到会场 直接算给你听 而且道琼工业跟纳斯达克 大概这个五十年一百年来 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也都是这样子 没到那个时间点就会出现什么事情 我们一并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单股所单 汇状科三到四支停板 TPK三到四成 有没有 我昨天高卖一次 今天盘下再接回来 你能不能跟着我们这样子做 下一档标马股要在哪里 国际股市的转折在哪里 你怎么使用大户指标 掌握这个起涨点 我说起涨 我没有说最低 我们没有去的最低 你如果抱着说 老师我要来看你 看你那个指数 最低点 最高点 我们没有 你就不要来了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可以来 你有那个带来给我看 那我去把你 我拿你买 我也去买一套 那我也不干老师了 我买做老师 买最低卖最高 小到那种倒立 我才做老师 对吧 做老师很減少 你知道吗 是不是 说不定有啦 对不对 是不是 人生我经常讲说 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 不是那种 每次都买在最低卖在最高 因为没有那个东西来 你那个叫强求 强求怎么会有好下场 有一个投资朋友 就在上一次的会场 他就来跟我讲 大家都说买最低 卖最高 空最高的指数 软体 有没有 他跟我讲 他有一千多万 经过了金融风暴 只剩四五百万 他就直接买回来 一定要用买最低 卖最高的软体 来指数赏 用指数来输赢了 结果更惨 更惨 很快的 四五百万就不见了 因为你是想说 这样有买最低卖最高的话 我当然全部给他压上去了 那个薪就变大了 投资朋友没有那种事 但是买在起涨 卖在起跌 空在起跌的 这种指标我们有 投资朋友 来 来 这个 地点 活动的范围 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我们新的这一套超盘工序的话 相当的好用 当然投资朋友 你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讲 请你要留意什么 其实离我们广告活动的资讯 离我们广告当中活动的资讯 可能这个指数收盘 要麻烦一下书贤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指数最后的收盘行情 那么在收盘当中的话 首先要看到台股指数方面 上涨了88点 台股超过1% 来到了1.02个百分点 电子指数方面的话 上涨了3.35大点 台股达到0.97个百分点 至于金融指数方面的话 上涨了9.8大点 台股达到1.03个百分点 至于在摩带指数方面的话 上涨了3.3大点 台股是1.05个百分点 好我还是强调 活用你的操盘指标 我常常讲说 投资朋友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结构上的分析 几月几号全世界会出现转折 那我不知道跟你讲 几月几号而已 几月几号会告诉你 怎么算我也跟你讲 怎么换算出那个位置出来 我也跟你讲 那么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能够跟我们一样 用有一套比较棒的操盘工具 比较好的操盘工具 专业的操盘工具 这个都要记得 我拿一下 专业的操盘工具 专业的操盘工具 好 一样 那么顺势而为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指标 顺势我们的指标 那这个是我们推出的全新的 来注意看 这个叫大户指超盘 这个叫大户指标 大家都看到几个字 大户 大户指标 都很清楚 那原则上是 两个同样往上 你看这个翻红 这个当然是空方 同样方向就是可以做多 好 我们再推演到这边过来 推演这边过来 这里 这里有没有 来我再看 这是我昨天跟大家讲 往上推 第一个在大户指标 昨天的这个时候 昨天这时候一大早 就已经翻往下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这样的力道不足 这样我们再往下照 再往下照 因为它是 它是这一个 这个翻向 翻往下的 翻往下的 你要搭配这一个 两个这里有两个同步 因为大户指标 有量的观念 大户里面的那个 那个库存的量 马上进场的多单的量 在这边 所以对照是 转折点是在这里 这个8760 所以这是第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的话 这个不能完全确立 但第二个转折确立 所以它还震荡一下 所以可见大户在这个地方 在量上面是在做布局 因为大户指标谈的是量 大户操盘谈的是价 所以它就整个下来了 整个下来了 那今天我就说 我也跟投资本讲说 你不要老是说 因为现在 明天才连准要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 三个半面 把你放盘 你不是够帅 所以你不用去管它 你当天就好了 当天所以你这个 到昨天的 昨天当天嘛 当天就是这样子 昨天当天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这是8760 昨天这个 那你不要说最低啦 昨天收盘之前 随便一个价 8586都没有 这是87嘛 8760 这昨天已经跌破86了嘛 是不是 那今天呢 你也不用想 因为早上直接跳空开高嘛 所以今天早上你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两个同步转折 同步 有没有看到 两个直接 昨天翻红同步转折 同步转折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一段 当然因为它直接跳空 所以你也不可能最低点 所以我 我跟大家说 我们洗干没有那种东西 最低点 最高点 买到最低 空带最高 没有那种东西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也跟他讲 人生最美好的 是截取它漂亮的一段 这个叫无风险 截取它没有风险的一段 今天直接跳空 你昨天会流多吗 不可能嘛 是不是 那你今天又要流空 还是流多 好像年组的名字 就一个四角插 你要怎么做 所以人生再是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却很高兴 很无风险的截取它这一段 截取它这一段 截取它这一段 虽然不是很多 今天不是很多 可是你却很快乐 人生这样不会美好 对吧 你那个一定要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对不对 当然没有那个东西 有你哪来卖我 我卖做老师 我就直接来挑就挑 是不是 但是人生最美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无风险的 无风 风险很低的交易 因为你截取的是中间那一段 去头去尾 起涨跟起跌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这样你懂意思吗 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那个 国外的那些 美国股市 这个美元日元 还有什么 苹果的股价还很多 我们这道操盘工具 拥有很多的 各股全新的资讯 包括呢 我们就当然有苹果的股价 昨天是怎么一回事 昨天苹果股价怎么一回事 你自己看 我们照近一点好了 我这段时间天天 我一定要每天都拿苹果盖来跟你讲 为什么NBI大跌 然后苹果就会大涨 因为苹果华尔街的初步目标区是在这个附近 这个附近就等同于TPK TPK我当时说这还没动 TPK那时候还没动 我说TPK在这里 这里是哪里 我已经圈起来这附近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 它的位阶 这边的位阶 你快要来这里了 你把它往前推到这附近 我们推到这附近 等同于位阶大概是在TPK的100 所以我们TPK大栏敢做 而且跟他说还没有动 你看这根本完全没有 还跟你说明日标 就开始标了 TPK就开始标了 前天还标涨 存在下来 存在下来就跟你讲开盘卖 我先跟你讲开盘卖 去买回 今天又买回了 今天开盘又买回了 开盘也只开盘附近 盘下 一个客户打电话跟我讲 我说老师 他早上四五百分钟讲出来 今天早上一两百分钟 就先把他抠回来 就在这里 陈宏在这里 陈宏在这里 这陈宏嘛 看一下TPK是不是 稍微往上站TPK 是不是 买回来 这里开始过来 今天没多少 就是说那种米线 你看看 苹果锡 还有AMOL AMOL的这个 现在今年可能是强力大好 所以苹果干 苹果全力做多 3293的这个星象 大家都要讲 这一个月他都没有动了 他也不过赚了三块多 可是这个可以赚十一块 这个可以赚十一块 这可以赚十一块 这个可以赚八块 这可以赚哪 等的就是苹果往上窜 等的就是苹果 有没有 苹果往上窜 那全世界呢 我在跟大家讲 原物料也跌 原物料也下来了 跟他国际组织 之所以能够撑 就靠苹果再撑 那你靠苹果再撑 苹果所衍生出来的 个股就有趣了 这可以赚十一十二块 这可以赚十一十二块 那如果呢 红矮跟夏普再签约的话呢 那拉动红矮 拉动红矮就是拉动苹概股 这句话对吧 这句话对吧 这样米国来不 苹果去 红矮跟夏普 还拉动红矮 两个苹概股 红加进就都起来 这个大盘来到八千八 八千九 你没这种东西来支撑起来 敢有机会 是不是这么说 这是最合乎逻辑的推论 像这个 红加军的 你看基本面很好 这个叫金顶 金顶 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股票 一次两次合作 昨天跌下来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 是不是 我希望我们同志朋友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你看 第一个这个大盘现在 全世界一样 你刚刚已经看到国际股市 稻穷在涨 可是它自己小小涨 因为原物料在跌 稻穷成分股当中也有苹果 纳斯达克里面比较单调 它就苹果跟什么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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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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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讲过 起漲第一天 你没有做宏达电就做它 这有大赚钱的公司 基本量很大 这个 一万多张 两万多张都在卡位 这个 這個大咖就是 我們都 抱歉 你看我也知道 我們的客戶都是大咖 你說實在 你需要跟著大咖來上車 我覺得是這樣 你聽我就聽我 我不能說清楚 像這個有沒有 今天又拉了 外盤又拉了 請問這個 同樣是十幾塊股票均耗 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也是一兩萬張 這個都是一兩萬張的大單 大量在做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很細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提到一下 這個禮拜 我們有很重要的會議 很重要的會議 那我以前就跟大家講說 投資朋友 我沒有什麼資料給你 我動不動的送資料 我沒有那樣 你也知道 初前認識我多少 什麼時候看我在節目什麼送資料 我沒有那個東西 因為我有心結 客戶有些 我之前講過 投資朋友說 人家送資料就趕快免費去拿 哪要拿就好像在幫人家出 後來股價都大跌 所以我聽到這個 我就不太愛送那種東西 我怕你誤會 我們也不是怕人家出貨 送那些沒有的幹嘛 但是你有這個心 你有這個心 這個市場上就是你的 你能把這個時間波的轉折融會貫通 我希望你來我們這個活動 來我們的活動 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推了單股所單 這個標完這樣標這個 這個標了四肢 這個又標了三成到四成 那該賣我賣一趟 該接回就接回來 下一檔的標馬平蓋股是哪一檔要啟動 那你剛才已經看到我們大戶指標了 你覺得大戶指標 我要教你啊 怎樣來運用這個關鍵的指標來操作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你要賺錢 總是要有一套很好的工具 這是我認為這很重要的 當然活動的範圍在這些 你看一下 而且真的有標馬股要出來了 那幾月幾號轉折 大家全市場都知道 包括我們同業都知道 我們最會看轉折的 我去年9800 5月8號看轉折 後來跌到7200 跌了快3000點 轉折力到即將 可能未來會出現 他在幾月幾號 我在會場不只告訴你 教你怎麼算 道瓊工業指數的這個美國股市 在200年來都是按照這個規律來的 你還算不出來嗎 再來看一下百合這是我們的股票 我前上次跟你講過了 目標在哪裡有沒有 今天差一點點 差一檔就漲停了 又大漲上來了 我要是跟大家講就是說觀念 那未來有幾檔標馬股 比漲標馬股我們會在這一兩天順勢再推出 我要跟大家講說觀念就在於你 願不願意把握這個最重要的機會 跟下一波的轉折的話 全在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很重要的正確的觀念 還有一套很棒的操盤工具 我這裡還有一檔股票 沒有意外包括新政府可能會做 做這個什麼博弈概念股 不過這個叫FGIS 他明天應該有機會跟陳鴻 這FGIS 有沒有 到這邊來 明天可能很有機會跟陳鴻一起發動 希望你把握一下 好機會不要錯過 好機會真的不要錯過 那也希望投資朋友 你能夠來聽聽我們怎麼講 包括我剛才說過的這些 活動範圍這些 稍微快速流淡一下 還有不要忘了 最重要是要看到我們廣告當中 留意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資訊 謝謝大家 好的 非常謝謝鼎泰兄 那麼鼎泰兄一二再三 提醒大家 這個轉接性的關鍵部分的話 特別留心到 所以掌握到對的個壁股 更加的重要了 感謝你收看 明天再會